中诚服务的仆人心 这个中诚服务的仆人心是什么 就是仆人就是服侍他的主人 那么像是当做你的主了 主族一样的来成师 没有邪心 没有野心 就是成师 为什么有的不如法的人 就是不是很 修学时间不是很长的 就是不如法的 尽兴不惧的 不让他清净善之士 比如说你看这个 这寺庙的长老九十几岁 修的这个繁老环童 已经像阿罗汉一样了 人们已经像头了老师傅 你要去见那老师傅 造次有任何的不恭敬造罪造业 或者是让这个老师傅受委屈 而又来一位记者他不善意 老师傅你这就怎么样怎么样 讲那话很尖锐很刻薄 那是不是我们对这老师傅 就是我们就没做地址的没有把它维护好 是不是 还有什么原因你晓得吗 还有的就是 这老师傅九十几岁 修的跟阿罗汉一样 就是您去亲近他 就是帮老师傅 就是亲近他 老师傅要站起来 阿弥陀佛我要骗扫一下 你把他扛好吗 把他扛起来黏黏 老师傅有鼻涕啊 刚才就是在手上 把他扛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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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人那想法很多 等于是睡不着吧 何去在路上开车 全家都发喜充满 摸到鼻涕的先生 太太给你偷讲一件事 后面小孩睡了没 他老公都睡了 什么事 今天我摸到师傅的鼻涕 鼻涕 阿弥陀佛 你别乱讲 真的 我都不知道该洗不该洗 他就在那边乱讲很多了 亂想很多 一般人的根器就是这样 对不对 他会想很多 最惨的是 当师傅叫我牵他到厕所 尿尿的时候 师傅都尿在鼻子上 我看我们上次跟他祈祷 那件事不会成 为什么不会成 因为 我们跟一个尿尿的 尿到裤子上的人祈祷 我那杂斯妖想很多了 是不是 所以一般的人 他不聚气 不让他情敬善之师 道理在这里 他不知道很多 对他来讲 是一种他的因缘视线 那前面这个 那个三族 就是给他的这个四族 撒加班子达成事 实现病相 对不对 后来撒加班子达出现四次死亡征兆 他才觉得说 原来我的上师实现病相 他是为了成就我 当我不怕脏 不怕苦不辣 不怕累 把他照顾到他康复的时候 他整个人智慧都开了 这个正悟的心都显现出来了 法园都通达了 现在甚至连大元朝的皇帝 都来跟他请教了 什么都变了 他亚多生累积 要积之近战 好像照顾他的那个上师那段期间 把他给圆满起来了 他哪里会想到这些 所以 忠诚服务的仆人心 为什么讲 刚才我讲 没有邪心 你会乱想 就是邪心 结果还有这个是吧 很多的 你看在之前报纸不是登一个 这个法师 他的疗房里有药酒 对不对 这个药酒泡很多中药 那看起来 又是古金骨 这法师爱 就古金骨 然后就是 他这个很亲的弟子 他送师父药酒 都没话讲 他说师父 就算师父喝酒 也是 师父就像这个菩萨一样 对不对 就是为了滋养身 你在闲家里喝酒是仲介 对不对 密宗也是不能喝酒的 但是出机缘的 他去看到 我们今天搬一张新的桌子 到师父的疗房 看到师父的疗房 上面有一瓶 古金骨的药酒 有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那个师父是不是 没收弟子放在那里的 他下去就乱传 这叫邪心 因为他什么都会 往不好的想 他没有一个清净观 那一定是某某人送师父 或者怎么样 师父把他放在那里 因为师父戒酒 等等的 或者要说 像我们金刚圣要做会供 有的时候观护法 是不是用红酒 对不对 所以邪心 你亲近师父 那邪的就很多 野心 亲近法师 亲近上师 那你野的就很多 就是不忠诚 我刚才讲 忠诚服务的仆人心 一个很好的仆人 他亲近他的主人 他不会生邪心野心 他有一个什么 忠诚 我不会在那边想 叔叔 上师你的钱 看得 哇上师 你睡在那边 那看起来 一张床垫要三四万块吧 哇上师 你这个房间这么豪华 等等等等 他就是有邪心有野心 所以他 当他亲近上师的时候 他起的野心和邪心 都是他自己 他不是上师 佛法 道场 童修 起的都是 上师怎样 那我以后我也要怎样 我以后如何 通通在想他自己 那他不讲 他不讲我知道 或者我也不知道 我每天亲近这么多弟子 那弟子有的是全然为了上师 为了道场 为了佛法 为了众生 我分不出来吗 有一方面为上师 为道场为众生 大部分是为自己的 那我就觉得你危险性很高 这就是没有忠诚服务的仆人心 这个仆人将来会变成什么 恶仆 他会临教上师 他会想要去干什么事情 为什么 私心还没有拔除 所以当一个行者 你的邪心 你的野心没有调伏的时候 你不要去做 可以影响很多人世的重要道物 那对你的毁灭 会有毁灭性的伤害 那你将来自己过来 过来你会深受其害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古代 为什么讲读初诗表 不落泪 未知不忠 读寂命文不落泪 未知什么 不孝还是不辞 没有我们讲读初诗表 不落泪未知不忠 为什么 诸葛亮他 受他主公刘备的嘱托 刘备生一个小孩叫什么 阿道 阿斗 对不对 有一句俗话叫什么 扶不起的 扶不起的阿斗 阿斗整天就是 就是调戏 跟那些卑女打闹 宫女打闹 戳一下打一下这样而已 他根本就没有想要 康复这个汉世天下的大业 诸葛亮每次又要领军去打仗 他已经老得快要打不动了 他都说 哎呀 这个就是说 你不要再打了 你应该好好的修身养习 好好的养天面 对不对 我们不是挺快乐的 每天跟宫女打闹 他就是要去打 然后他写一个初诗表 为什么读那个 你不落泪叫不中 诸葛亮他的头脑 还有他统领的大军呢 他可以一秒钟取而代之 把这个蜀国变成自己当皇帝 是不是 他始终没有这么做 已经死掉的他的主公刘备 可以交代他把他的少主扶持好 要康复汉世天下 他达到什么 达到自己老命都没了 都没挺 所以你读初诗表 诸葛亮忠诚 历史上哪里找这样的人 是不是 所以一个人 他这个故事讲到人性 很多人的少主这么笨 我手上有大军 诸葛亮的智慧天下第一的 他为什么不取而代之 他为什么不拿起来 鬼话扑起来 没有邪心 没有野心 再讲到修行人 修行人跟一般人 世俗人不一样 一个修行人 你还要有邪心野心 那你就完了 那你就不算是修行 你应该到社会上 跟人家争荣头脚 跟人家商场里面 去角逐 跟人家政治界 然后去那边斡旋 跟人家竞选 是不是 去大展你的宏土 你今天要修行 还不调伏自己的 这个血心野心 那你到底在修什么 这个不调伏 这么粗重 这么可怕 这么会伤害众生的心 还在那边美其民说 我手杀戒 我手不脱道戒 我手不饮酒戒 你说给谁听 那只是手好玩的而已 那美其民 充其量你就是一个不善的人 那是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